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怕 快 我们还是来晚了 去看看 有没有兴臣的百姓 再仔细找找石井镖局究竟在哪里 师兄 看 二弟 过 我二弟还在里面 别进去 火太大了 危险 我二弟还在里面 二弟 过 二弟 进去你会被烧死的 我二弟还在里面呢 听话 师哥 二弟 小兄弟 你家在哪里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我们是石井镖局的 那林镖头呢 我爹 我爹已经 你是林祖镖头的儿子 他是林祖镖头的儿子 他是林祖镖头的儿子 他是我师兄 二弟 家里有故 二弟 一有家都 快 真正 来 这就是方丈 住戏 师父 这两位是林亲师兄的公子 展后 展翔 那 那展鹏呢 你们两位 就留在少林寺吧 方丈 方丈 我要学少林功夫 好 你要练 我一定教你 好 展翔 你要不要练哪 你知道方丈 为什么要你来教导思过吗 不知道 这水煎花如果不修切 就会长得没有样子 你在教导思过的时候 师叔会教你如何修切水煎花 学这个有什么用 可是学习修切水煎花 它会提供你的定力 定力 什么时候你觉得你修切水煎花的定力足够了 你就可以学习真正的少林功夫了 好 方丈 方丈 我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走客后 我看看你的功夫 落下没有 展后不会令方丈失望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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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不用几年 我就已经不是你的对手了 还有两个月就是武训比诗了 师叔 我听说武训比诗 是少林的头等大使 是吗 当然了 四年一次 无论少林武僧还是俗家弟子 都有资格参加 为的是找出天赋最好的弟子 从而去修行更高瞻的功夫 你爹呀 就曾脱颖而出 成为了一方高手 小时候 我听爹说过 师叔 我还听说 要是能在武训中拿了第一的话 就能成为林定方丈的入诗弟子 师叔啊 你当年 不就是在武训比诗中拿了第一 做了方丈的入诗弟子 成为罗汉堂首座 和增兵团的同名者吗 你呀 好好准备准备吧 哈哈 哈哈哈 厉害 好 志将错 你认不认得我 你不会记得我 那你还记不记得石井 石井西安寺 石井镖局 你给我听好了 我父亲叫林钦 我叫林斩昊 林斩昊果然是你 我 你 当你你杀了我父亲和镖局所有人 那我母亲她一点武功都不会 也没有放过 这么多年 我等的就是今天 我恨不得杀你十次 一百次 这一下被我父猛 这一拳是为我大哥林斩响 这一下是为我二哥林斩棚 这一拳是为我师叔 这一拳是为所有的百姓 我 planning就说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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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将错 我要你血债 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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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成